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幸福,出手可及最新剧情,田丽娟以为秦卿是真的怀孕了。 秦卿和左宇玲也都非常认真的表示,他们的感情是认真的,所以她也不再反对,秦卿和左宇玲在一起了。 秦卿虽然对田丽娟的态度改变很开心,但还是觉得骗了田丽娟,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 可左宇玲却认为没有比让田丽娟改变主意更好的事情,五三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 秦卿心里还是觉得,不安跟周芳说了假怀孕的事情,李如慧和周芳都觉得,事情已经这样了,就不用考虑太多,就让秦卿和左宇玲去领证结婚,以后好好对待田丽娟弥补。 于下就是双方家长,见面谈婚论嫁的场面了,李如慧因为秦卿准备结婚的事情,所以私下质问周芳和宋玲的进度。 周芳正跟李如慧撒娇之时,邻居李阿姨看到了他们,上前就劝周芳别太要强,别只顾着工作要先着急婚事。 李如慧不喜欢李阿姨的话,正好这是宋玲前来,直接接过周芳手里的东西。 关心的问周芳是否累了,还让李如慧要去超市就叫她,她随叫随到,话里话外全是对周芳的夸奖,和对周芳妈妈的照顾。 李阿姨认出宋玲是出名的企业家,还上过很多次电视,对宋玲非常的喜欢。 见她又这样宠着周芳,还自称配不上周芳,让她很是嫉妒。 李如慧看到李阿姨的样子,觉得非常的得意,因为她在李阿姨面前,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了一回,所以她对宋玲的态度也变得特别的好。 宋玲借着红李如慧开心之际,又要亲自下厨,让李如慧更开心了。 而周芳年则忙着想跟宋玲下棋,让宋玲一下子就搞定了,未来的岳父岳母了。 苏宇山上线的是以软件,遭到了黑客的攻击,让他们的线上平台的客户信息被泄露,陷入了很被动的局面。 周芳得知客户信息泄露,她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,接受客户的退订。 同时把他们已经定制的完成的衣服,无偿地送给他们作为补偿。 苏宇山开会探讨了被攻击仪式,要求全力查出盗取他们数据的人。 还做了一个针对此事的采访,由于想将宋玲的平台也拉下手,可宋玲一点也不着急,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。 宋玲担心在苏宇山手下的周芳会受到影响,想让周芳利用她一下,可周芳却不想靠宋玲,不想看到宋玲和苏宇山两败俱伤的局面。 宋玲边帮周芳按摩,边安慰着周芳,她说可以为了周芳放低姿态,做那个先是好的人。 而周芳则觉得苏宇山并不见得会接受宋玲的示好,她也不想让宋玲委屈自己,所以并不支持宋玲这样做。 周芳在宋玲帮她按摩之后,把秦清和左宇玲要领证的事情告诉宋玲。 宋玲听了马上问周芳是否想领证啊。 周芳觉得宋玲的语气太过于敷衍求婚的事情,于是跟宋玲要求一个, 个子弹大小的钻戒来求婚。 宋玲想给周芳惊喜,在周芳没有回答她,是否愿意嫁给她。 她也不把自己打算求婚的事情说出来,所以谎称自己没打算求婚,让周芳很是气恼。 其实宋玲想让周芳离开苏宇山,签约她的线上平台,毕竟周芳正在起步阶段,就面临着定制平台下线的危机,所以她觉得周芳离开苏宇山,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可周芳却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苏宇山。 估计这时候,周芳又得被谈目调侃,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了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由你,随遇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